在山东济南,有一条绣江河 金代大诗人袁浩问,曾有一首千古绝唱 长白山前绣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 看山水底,山更香,一堆苍烟,收不起 虽然这个季节荷花已残败 但这满园的秋色,一池的碧水 还有那岸岩上,一行行绿柳 都让人仿佛置身江南 而济南的冬天,再也不是老舍北下的那个冬天 据纸料记载,明、正德年间 在济南的张丘有五十六盘水墨 它们主要用于磨香、碾道、磨面 而其中的贡香更是行销全国 这就是在青鱼河道中出土的张丘第一墨 因此在秀香两岸,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家有良田十亩半 不如水墨一记转,乌有罗马一大邦 不如水墨两记香 墨以水为利,而泉水更添墨香 济南以泉水而名扬天下 而整个秀香河便是这谷谷的泉水汇流而成 这是一条千年的步道 曾经有一位阿娜的身影在此徘徊过 那就是李清照 生当做人节 死亦为鬼雄 日今四象雨雨不肯过江东 红藕香残玉殿秋 清洁罗商 独上兰州 云中谁寄锦书来 燕子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贤丑 此情无计可消除 财下眉头 却上心头 李清照的词宛约动人 但有时也有生当做人节的豪迈 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 在他的低音下 皆妙笔生花 秀江河依然在流淌 这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来过 一千年以后 也许还是现在的模样吧 只是不知道这天高水阔之间 能否留下我的足迹 池塘里惊起了白鹿 水中的野福陷陷入了沉丝 泉水到此便告别了源头 去寻找属于他的春天了 这个工匠看来是不知道疲倦 一头狮子也叼了几百年 幸好旁边还有几个打铁的作伴 张秋的铁锅就是被他们在全国敲响 走累了 可以在这里歇一下 吃一口山东煎饼 卷张秋大葱 也许没有冬天的地方才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就是我的家乡 全城济南